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最近报道 台湾的情报部门 策动了在台湾的大陆学生 为台湾进行间谍活动 那么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钦 他星期一在回应记者询问时也表示 中国高度关注有关的报道 并且要求台湾当局立刻停止这类行为 那么台湾方面对于间谍行为的指控 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 来报道有关的情况 许波你好 许波你在线上了吗 在线上你好 宇文 是 许波先跟我们谈谈 面对这样的指控 我们知道在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是陆委会 还有主管国家安全的国安局 这两个单位是如何回应的 简单跟我们谈谈 好的 那么针对中国官方媒体 指责台湾的情报人员策反 在台大陆学生这种说法呢 台湾陆委会星期一就做出了回应 表示大陆的部分媒体 对于未经证实的资讯呢 不应该妄加揣测 以免呢影响两岸关系的良性发展 陆委会还表示呢 说政府推动两岸交流互动呢 是为了这个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的发展 以及呢增加相互理解 目前看来两岸教育持续交流合作呢 并没有受到干扰 这个陆委会为什么要这样表态呢 那就是因为星期一呢 中国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呢 发表了一篇长篇的通讯 里面呢指名道姓的提到 三名台湾特工呢 在台湾台湾大学等20多所台湾院校里边呢 接触大陆的学生 策反他们 并且呢要他们为台湾收集 大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 还鼓励他们呢 就是回国之后呢 要报考公务员 然后呢争取为台湾搜取更多的这个情报 那么对这样一种说法呢 台湾国安局当天晚上就做出了回应 国安局认为呢 这种台湾的情治部门 从来没有在校园内 从事过这个情报工作 同时这种指称呢 是毫无根据的 是 许波 我们知道啊 这个看到官方的反应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从当时台湾当局 要开放大陆学生到台湾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担心所谓的共谍 会渗透到台湾的社会 但是现在令人非常惊讶的 反倒是这个台湾方面被指控 利用这些大陆学生来进行间谍活动 那么到底在台湾的社会 对于中国官方的媒体 这样的一个指控 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也跟我们谈谈 在台湾的大陆学生 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报道 又有什么样的反应 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好的 台湾各界的反应呢 我就指啊 这个执政的国民党 和在野的民进党 这两个方面的反应呢 就可能就有代表性了 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林玉芳说呢 他认为中国大陆 是有点小题大做了 为什么呢 他说可能这种事件呢 会有发生 就是说台湾的一些情治人员呢 可能想和这个学生们接触 了解一点情况 但是是不是会把他们变成间谍 或者把他们变成这个情报人员呢 他说学生没有这种价值 这是人所共知的 大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小题大做呢 是因为他们对在台湾学习的这些大陆学生呢 有点感到不放心 敲打敲打他们 那么民进党的一位立委叫蔡黄郎 他就认为呢 他说其实大陆学生要给台湾做收集情报这类的工作呢 不需要拿钱来收买 他认为呢 大陆学生到了台湾都会感受到呢 台湾这个民主和人权的这样一个气氛和信心 所以呢 他认为大陆学生给台湾搜集情报呢 实际是他们自发的 也不是政府鼓励的 是 那么大陆学生呢 他们主要的一些反应又是如何 我采访了一位这个大陆 叫大陆学生联谊会的一位秘书长 他认为呢 他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他周围的同学他也没有 从来没有听说过呢 有这种经历 但是呢 他认为既然媒体爆出来了 那就一定呢 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 还有这方面的这个 有过这方面的情况发生 台湾淡江大学一位教授呢 我采访了 他也认为 其实他说不需要大惊小怪 他说国家和国家之间 即便是台湾和大陆这种特殊关系的国家里面呢 间谍和反间谍的工作 都是正常的 他说大陆学生其实呢 是在海外 为大陆收集情报最多的这样一个这个群体 或者这一点呢 已经被媒体多次披露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许波 在台北 我们所说的报道 我们所说的 感谢观看